沙米沙米泥呢 这决定是称出家人的 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 我们应当下的 听法师这么说 这个和尚不一定是出家人才称和尚 对 那么就是待法修行的在家人 也是可以称为和尚的 是个新教师 对 和尚是他学生对他的称呼 哦 学生对他的 算是尊称吗 是尊称 尊称 就像现在学校里面 指导教授 是 指导 他亲自知道我的 他不直接指导我的 我跟他没有这关系 是 那通常我们称法师 不称和尚 那么称和尚非常亲近的一种 非常亲切 非常亲切